這個Innovating for Sustainability 還是要導入創新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跟輔大這邊能夠多一些合作 那我們自己公司也在做努力 請教您一下 實際在他們的影片上有拍過 他們也有這一次 像他們用那個文化作成的那個 因為我真的有看過 然後他們也做這個毯子 那我就想知道一些問題 您跟他們之間有沒有接觸過 有有有 那個您講的是慈濟 慈濟他做了那個毯子 他去做贈災用 他衣服也有 衣服也有 對有 我剛才講到就是感謝那個慈濟上人 他有這個發信 然後把寶特瓶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台灣我們不要小看我們自己 我們的寶特瓶回收率是98% 世界第一 所以寶特瓶是那個千年不壞之聖 那能夠把它回收再利用 這是很了不起的 那現在來講 我們也跟那個紡織所在做這個聯繫 他已經有開發出來用那個PET的膜 等於是說我們可以用回收寶特瓶去做成的衣服 再去做TN 像我這個衣服 對 就有 有那個 防水 有那個透濕透氣的那種功能 那我如果拉鍊又是用PET的 我整件衣服 可以回收 回收去做什麼 做Polywood 可以做桌子 可以做椅子 可以做家具 可以做枕 可以做枕木 可以做棧板 可以做這個再利用 所以這是一個概念 我們講說永續 永續就是一個概念 一個產品不是說你把它丟掉之後 就變成是大地的負擔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 我不是做什麼廣告 因為我們跟那個設計展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有那個盡量要趕快去看設計展 因為前天我聽那個愛樂的廣播的時候 特別專訪那個總監 他講說這個設計展 是難得一次的在台北這麼盛大的一個設計展 他講到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環島 就是環島 這個概念 那我是覺得我們台灣的未來就是環島 因為我們是最好的 中國社會 在華人社會我們是台灣人 那如果說我們把我們的生活型態 比如說在台北我是看到 我們那邊是沒有啦 因為桃園沒有 那個 廚餘回收還分堆回 跟那個 那個補飛堆回 台北市我們看到就這樣 這個來講是了不起的 有很多地方 連廚餘都沒回收 連垃圾分類也沒有分別 所以我們把生活的這個習慣 我們導入我們的產品的設計 自己開發的這個理念 可以開創出來很有價值的東西 你想 我們現在如果說你開一個店 我可以把你衣服買回來 你不穿的時候 或者給你抵扣 那你客戶就持續在上 這是永續 就是Economical Sustainability 對吧 因為你已經抓到這個重視客戶 好 那你同時讓那個產品 你再可以reuse 這也是Sustainability 是我們的environmental 這個Sustainability 好 那我們去做這個工作 影響到社會的成績 他想 他可以要求其他品牌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好 所以說Sustainability 是大家要一起來做的 那我是覺得 對我們的社會 對環境 對經濟的發展 可能是有很大的價值 OK 這樣做了 我想 各位可以慢慢提回到 其實 我們有時候會去參加一些 跟社會企業有關的研討活動 我們常常會 探討 我們會邀請國外的一些 有名的 像 最近中央大學要辦 他們邀請的 我們有時候呢 像什麼 Shookay 或者是喜安兒 等等 甚至有一些國外的 那麼 我相信你們在福大 可以慢慢的發覺 類似像 我們做 成衣的 紡織 然後這個成衣 紡織 做出來的衣服 是歐美人的 牌子的 成衣在賣 所以我們也許 都沒有發覺到 台灣在做的蠻多 默默 根源 確實有很明顯的 改善我們的 做到環境的工作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台灣真的比我們早些年 呃 大家在追求經濟正常的時候 滿地的垃圾 確實有改進得多 那類似像 史記啦 或者呂董事長 他們這些 人在做的一些 他們工作本位上 同樣在 跟我們一樣 打拼過日子 可是我們的 打拼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注意到 我們不要 制造 過度的 耗用 過度的丟棄 變成別人的負擔 變成另外一些人的社會承擔 那麼 其實我們都在跟 所有的企業家一樣 可是我們做了一個額外的就是 我不會把我們的 賺錢 材料的包裝 丟在路上 丟在地上 丟別人去幫我撿 不是 我們自己要把它解決掉 那這樣子的話 就 盡了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是 只在賺錢 然後垃圾 給別人處理 那麼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努力在辦 這個活動 那各位 可能不曉得我們 工作人員的頭腦 因為我們發覺 越來越多台灣的例子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 去聽國外的例子 我們要把這樣的一些 台灣的例子 讓大家來 看到 分享到 我們都已經排不完 所以 我們 不要感激了 因為像李董事長等等 他們總共有這樣多人 在做這些事情 而我們 有一個責任 就是說 我們希望讓所有人知道 有人這樣在做 我們 不講外球 其實我們這邊 就有很多例子 去改變我們自己的觀念 改變我們自己的行為 各位 也許將來都是我們社會的主幹 你們都可能會 承擔一些企業 你們會做一些重大的決策 那我希望你們的決策 不要像李董事長 類似這樣的 很多 各行各業的一些決策子 他們在做的決策是 我要做企業 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企業 好 那樣那個 還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也許各位 日後有機會 我們可以慢慢的 也許 去聽也可以呢 我們也有創造一個 我們社會叫做 我們現在叫做社會公益論壇 我們就自己人來 反省 也是聽完案例 我們在第二週 我們就有一個論壇 大家來 討論一下 我們在學術圈這邊 我們可以思考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好 我想這個 非常感激 就是我第一次聽到 有一個 原來講是叫貿易商出身的 企業 然後做 那個 紡織品的交易 他是不容易露臉的 露臉都是 LV提包嘛 就是牌子的藝術 可是 一樣的 我們可以 反過來 不是人家賣我的衣服 而是 買我的布 是我來購印你的布 你的布呢 會 會在市場上有更高的價值 那麼 讓 購印商呢 也可以 走出自己的路 做出自己的決策 好吧 我想今天非常感激李董事長 他這個身體也有一些負擔 他還願意花個時間來這個學校跟我們分享 也有關心我社會界與關的活動 我們再次用這個熱烈的跟感激李董事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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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也會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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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